纳宏书 第一章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大有能力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沉旋风和暴风而来 云彩为他脚下的沉堵 他斥责海 使海干了 使一切江河干涸 八山和家密的树林衰残 粒八嫩的花草也衰残了 大山因它震动 小山也都消化 大地在它面前吐起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也都如此 他发愤恨 谁能立得住呢 他发烈怒 谁能当得起呢 他的愤怒如火倾倒 磐石因他崩裂 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但他必以掌溢的洪水 邪恶 设恶技攻击耶和华 耶和华如此说 尼尼维虽然势力充足 人数反多 也被剪除 归于无有 尤尤尼维虽然 我虽然使你受苦 却不再使你受苦 现在 我必从你景象上 折断他的恶 扭开他的绳索 耶和华已经出令 指着尼尼维虽 你名下的人 必不留后 我必从你神的庙中 除灭雕刻的偶像 和铸造的偶像 我必因你彼漏 使你归于坟墓 看哪 有报好信 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 说 犹大 可以守你的节省 还你所许的愿吧 因为那恶人 不再从你中间经过 他已灭绝静静了 第二章 尼尼维啊 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 你要看守保障 禁防道路 使妖强壮 大大勉励 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 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 因为史地空虚的 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 将他们的葡萄汁毁坏了 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 精兵都穿珠红衣服 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 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 搏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 车辆在街上急行 在宽阔处奔来奔去 形状如火把 飞跑如闪电 妮妮为王招聚他的贵宙 他们步行半叠 速上陈墙 预备挡牌 河闸开放 宫殿充没 王后蒙羞 被人掳血 宫女垂羞 哀鸣如歌 此乃命定之事 妮妮为自古以来充满人民 如同聚水的池子 现在居民却都逃跑 虽有人呼喊说 站住 站住 却无人回顾 你们抢掠金银吧 因为所积蓄的无穷 华美的宝戏无数 妮妮为现在空虚荒凉 人心消化 双膝相痛 腰都疼痛 脸都变色 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 未养之处在哪里呢 宫师母师小狮游行 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 宫师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 为母师掐死活物 把撕碎的掐死的 充满他的洞穴 我与你为敌 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 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 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 你使者的声音 必不再听见 第三章 祸在这流人血的城 充满谎炸和强暴 抢夺的事总不止息 鞭声响亮 车轮轰轰 马匹踢跳 车辆奔腾 马兵争先 刀剑发光 枪毛闪烁 被杀的甚多 尸首成了大队 尸骸无数 人碰着而跌倒 都因那美貌的妓女 多有银行 惯行邪术 借银行诱惑列国 用邪术诱惑多族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与你为敌 我必揭起你的衣襟 蒙在你脸上 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 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 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 抛在你身上 入墨你 为众目所观 凡看见你的 都必逃跑离开你 说泥泥为荒凉了 有谁为你悲伤呢 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 你岂比诺亚门强呢 诺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 周围有水 海坐他的壕沟 又坐他的城墙 古石和埃及 是他无穷的力量 夫人和陆比族 是他的帮手 但他被迁移 被掳去 他的婴孩在各室口上也被摔死 仍为他的尊贵人年鸠 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 你也必喝醉 必被埋藏 并因仇敌的缘故 寻求避难所 你一切保障 必向无花果树上出手的无花果 若一摇害 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 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 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 你的门栓被火焚烧 你要打水预备受困 要兼顾你的保障 揣土和泥 休不专有 在那里 火必烧灭你 刀必杀戮你 吞灭你如同男子 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 多如蝗虫吧 你增天商骨多过天上的心 男子吃尽而去 你的首领多如蝗虫 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马蚱 天凉的时候 其落在篱笆上 日头一出便都飞去 人不知道落在何处 雅树王啊 你的牧人睡觉 你的贵胄安心 你的人民散在山间 无人招聚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 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凡听你信息的 必都因此向你拍照 你所行的恶 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哈巴谷书第一章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 耶和华呀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 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 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 灰灭和强暴在我面前 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 因此律法放松 宫里也不显明 恶人围困义人 所以宫里显然颠倒 耶和华说 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 大大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我必兴起迦勒底人 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 通行遍地 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他唯无可畏 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 他的马比豹更快 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马兵踊跃争先 都从远方而来 他们飞跑如鹰抓时 都为行强暴而来 定住连面向前 将掳掠的人聚集 多如尘杀 他们击翘君王 笑话首领 吃笑一切宝杖 逐类攻取 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 向风猛然扫过 贤为有罪 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 我的圣者 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 我们必不致死 耶和华 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 磐石啊 你设立他为要承治人 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屁 不看奸恶 心诡诈的 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 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你为何使人 如海中的鱼 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 他用钩钩处 用网捕获 用拉网聚集他们 因此他欢喜快乐 就向往献祭 向往烧香 因他有此得肥美的份 和富裕的食物 他岂可屡次到空网罗 将列国的人 失常杀戮 毫不顾惜呢 第二章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 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用什么话 向他诉愿 他对我说 将这末世 明明地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因为这末世 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 并不虚化 虽然持炎 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 不再持炎 迦勒底人 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唯一人 因信得生 迦勒底人 因酒鬼诈 狂傲 不住在家中 扩充心欲 好象阴间 他如此不能知足 聚集万国 堆积万民 都归自己 这些国的民 岂不都要提起诗歌 并俗语 几次他说 祸灾 迦勒底人 你增添 部署自己的财物 多多取人的当头 要到几时为止了 要伤你的 岂不忽然起来 扰害你的 岂不兴起 你就做他们的 禄物吗 因你抢夺许多的国 杀人流血 向国内的城 并城中一切居民 施行强暴 所以各国剩下的民 都必抢夺你 为本家积蓄 不义之财 在高处打窝 指望免灾的 有祸了 你图谋 剪除多国的民 犯了罪 使你的家蒙修 自害己命 墙里的石头 必呼叫 房内的栋梁 必应声 以人血建成 以罪孽利益的 诱惑了 众民所劳碌 得来的 被火焚烧 列国由劳伐而得的 归于虚空 不都是处于 万军之耶和华吗 认识耶和华 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给人酒喝 又加上毒物 使他喝醉 好看见他下体的 诱惑了 你满受羞辱 不得荣耀 你也喝吧 显出是未受割礼的 耶和华 又受的杯 必传到你那里 你的荣耀 就变为大大的羞辱 你向利巴嫩 行强暴 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 必遮盖你 因你杀人流血 向国内的城 并城中一切居民 施行强暴 雕刻的偶像 人将它刻出来 有什么益处呢 铸造的偶像 就是虚晃的师父 制造者 依靠这哑巴偶像 有什么益处呢 对木偶说 行己 对哑巴石像说 起来 那人有祸了 这个还能教训人吗 看哪 是包裹金银的 其中毫无气息 为耶和华 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的人 都当在他面前 肃静静默 第三章 先知哈巴谷的祷告 调用琉璃歌 耶和华呀 我听见你的名声 就惧怕 耶和华 求你在这些年间 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 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神 从提慢而来 圣者 从巴兰山领到 他的荣光 遮蔽诛天 颂赞 充满大体 他的辉煌 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 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 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 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 有热症发出 他站立 凉了大地 观看 干散万民 永久的山崩裂 长存的岭 塌陷 他的作为 与古石一样 我见古山的帐篷 遭难 米殿的曼子 战警 耶和华 你乘在马上 坐在得胜的车上 岂是不喜悦江河 向江河发怒气 向洋海发愤恨吗 你的功全然显露 向众殖派所起的事 都是可信的 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山里见你 无不占据 大水泛滥过去 深渊发生 汹涌翻腾 引你的剑射出 发光 你的枪闪出光耀 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发愤恨通行大地 发怒气 则打烈谷 如同大梁 你出来 要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兽高者 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露出他的脚 直到锦香 你用敌人的割毛 刺透他战事的头 他们来如旋风 要将我们分散 他们所喜爱的 是暗中吞噬贫命 你乘马践踏洪海 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惊 嘴唇发颤 骨中朽烂 我在锁利之处战惊 我只可安静 等候灾难之日临到 犯静之名上来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望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天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唤醒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体 又使我吻行在高处 这歌交于灵长 用私弦的乐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